之前你学了字母加法中的手末分析 这次来看更难一点的问题 比如这个 先看各位 A加上两个B得A 怎么A加了一堆东西还没变呢 白加了 哦 那加的肯定是0 这就简单了 B就是0 还有没有其他B呢 这儿也有一个 那它也是0 慢着 这个B在首位 不能是0啊 看来曾做错了 想一想 哪里出了问题呢 哦 忘记进位了 除了加0 加10也能让A不变 那两个B加起来得10 B就应该是5 别忘了 这还有一个B 它也得变成5 10位直接加一加 可别忘了加进位 所以就得9了 还有哪里有C呢 这有一个 那它也是9 看看白位 谁加一得9呢 肯定是8了 所以A就是8 再把剩下的A 统统换成8 这样就做完了 算这道题时 咱用到了这类突破口 和跟一个加数相同 说明这个数加了点东西 还没变 那增加的部分 末尾肯定是0 刚才这种突破口 放在末尾 比较容易发现 如果它不在末尾 你还能找到它吗 比如这个 找一找 哪一位上出现了 这种突破口呢 嗯 10位 那就简单了 加上的部分 肯定是0或者10嘛 挨个试一试 如果B是0 旁边还有两个B 也换成0 算一算 0加0就得0 那C肯定也是0 糟糕 B和C是两个不同的字母 它们怎么能都得0呢 看来不对 所以只能是加10 但B不能得10啊 哦 这肯定有进位 那A加上的东西 就不是B 而是B加1了 所以B加1得10 B得是9 别忘了 这里还有两个B 把它们也换成9 各位就能直接算了 9加9得18 C是8 还有哪里有C吗 这里也有 那它也是8 算百位要小心 10位是加10 所以这里有个进位 A加2再加1才得8 算一算A是5 再把最后剩下的这两个A 也换成5 这就算完了 好了 这就是这个视频要交给你的 大字母的加法数式弥中 如果在一个数位上出现了重复数 和跟一个加数一样 那就说明 这一位上其他的东西加起来 莫为一定是0 这种突破口 在加法数式弥中 可以帮你解决不少难题 新的问题来了 这有个字母数式弥 其中的B等于几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